我五毒烦恼的傲慢不见了 称赞如来 口业清净了 所以广修供养千贪心不见了 忏悔业障 称慧心不见了 等一下 六者情转法轮 愚痴邪见消除了 所以各位要多看佛经 多听正知正见的说法 佛法不要要求生或浅 对治自己最重要 能够帮助别人最重要 而不是说我喜欢研究禅 我禅比你念佛高 那你很禅 你心已被禅住了 因为你有傲慢心 我是修禅的 就像有些人很喜欢念坐非常好 那念坐也是个修行 那何必看不起念佛 念佛比你阶段高 如果他发心中正确 所以呢 情转法轮 了解我们念佛送经持咒的目的在哪里 转化我们这颗心 也来转化众生的心 自立又立他 调伏自己这个心 又能够断除众生的烦恼 不让让众生不起烦恼 也让众生跟我们一样生起 大悲心 人可以影响别人 咳嗽也可以传染的 我们要传染慈悲 要传染智慧 情转法轮 这个法轮一转 整个世界都在转 像我各位 现在我在情转法轮 那各位的心也被我影响了 但是我给各位是正面的影响 那各位的心就有佛的力量在 佛经给我力量 我们看佛经 跟各位讲佛法 那各位开始也在转法轮了 因为你的思想行为改变了 你就影响到你的先生太太 影响到你下一辈子 影响到你的子子孙孙 这个法的力量 法力不失忆 所以六者请传法轮 再来七者请佛注释 那这个很重要 体无常 各位 今天我们坐在那边 明天可以见面吗 不行了 我要走了 你要上班了 下回来 搞不好你在医院 还是我已经再见了 你要这样体无无常 把握当下 各位 我常讲这句话 我俩没有明天啊 当下最重要 当下最努力 不要把功课留到明天才做 你脾气不好 慢慢改 你要慢到什么时候 慢慢改就是我不想改 你都已经知道错了 你干嘛慢慢改呢 你博建会说 你不在习哦 那个夜报来 你哭都哭死 等你都口腔癌的时候 然后那边痛得半死的时候 为了照这个口夜 下辈子就做懒狗 哄哄哄 让你叫我一辈子叫不完 因为你喜欢骂人 所以那各位 你已经知道了 要直下承担 当下断除 不然佛陀不在了 佛法不在了 再得人生 百千万亿是难了 所以各位 千万不要等到明天 今天晚上就是要往生净土 今天就要累积所有的功德 今天就要断除所有的烦恼 所以晚上回去睡觉 躺好 开始助念 叫你老公 赶快给我念阿弥陀佛 差不多了 搞不好你老公念完没声音 他先走了 你帮助他了 你要有这种体悟无常 所以愿佛法常住在我心里 不要离开我 因为什么时候我要死不知道 什么时候我周围的人会死不知道 所以你儿子说妈妈我要去留学 留学先跟我去参加八万再结再说 这才是大学博士之道 了解真理 世间的学问只是为了你的知名度赚钱 为了生活的 佛法是真理 现在末法 他们不追求真理了 妈妈叫你说八万再结 阿嬷的事我不要去 那是老人家穿个黑衣服 阿弥陀佛我也会 他不知道这个博士都不懂了 知识不是智慧 聪明的笨蛋 这个事件多了事了 自以为是 但是各位他不了解佛法的因果道理 他就可怜了 所以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发愿 想尽办法 趁你现在还活着 还没有离开他们 赶快影响你的家人 因为你的家人会影响你生生世世 记住哦 你的家人所做的善乐业都有贡业的 都有贡业的 所以你改变你自己 然后你尽量影响他们 就改变家里这个贡业 所以那你要体悟无常 请佛注释 也就是说佛法不离开我们的生命 而且 你也讲 八者藏水活血 你要永远不离开三宝的加持 永远不离开菩提心 佛叫我们发菩提心 佛跟我们谈佛法 就是为了让我们成佛 所以按照佛头的脚步 发菩提心 走入菩提道 当然更重要 九者恒顺众生 所做的一切功德 包括学习的佛法 福慧双修 是为了帮助所有的众生 赶快离苦得乐 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 横顺众生 所以各位你 今天你要跟一个人做生意 做大生意 他打高夫球 我就打高夫球 他喝咖啡 我就买最好的咖啡 他喜欢卡拉OK 我陪他唱老天娘 看有没有生意可以做 同样各位 你要把佛法传送给对方 那你要在他身上 布施啊 赞叹他 做好的行为给他看啊 而且跟他站在同一立场 同情他 这叫布施爱与力行同事 你要这样子的 尊敬恒顺 爱护众生 就像爱护佛头一样 他才会学佛 你要一个人学佛 要花很多的时间 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没学佛 你就很着急啊 每天想办法回向给他 为他做功德 带他学佛 带他去 像我第一次 带我爸爸去吃一顿素食啊 九百块台币 三十块美金 他还给我装个短裤穿拖鞋来 我带他说 爸爸我带你去一个素食餐厅 也许说那是罗宾一旦的素食餐厅 他穿短裤来 我都不讲话 然后等他坐在那边 他就眼睛看 哇 怎么这么高级啊 那每个人过来这个合唱 海棠法师你好 我还比 这个我爸爸 这个我爸爸 我爸爸就很不好意思 今天没穿西装来啊 我儿子这么出名啊 哦 人家给我当作贵宾 给我最好的位置 他穿短裤脱鞋来 我改变他的人生观 所以他回来以后 不敢再骂吃素啊 哟 哇 现在吃菜 那你狗狗狗啊 我爸爸是日本博士呢 乎亚人呢 但是他看不起 看不起我们这个吃菜了 我就演一出戏给他看 我没有故意安排哦 只是终于被我拐到说 爸爸我带你去吃一顿饭 我都知道你吃素了 我才不跟你去 不啦 我带你去一定好吃 哟 他开眼界 他问我多少钱 我说爸爸 九百 哇 贵西郎 九百 哇 你不知道吃素这么高级 你要不要吃一千八的 我们台湾现在有四千五百块台币了 你们的马币大概是五百块 五百五十块可以吃一人份了 一人份了 一人份了 把你当皇帝 哇 每天客满还排队 客满 为什么 招待客户最好的地方 不用喝酒 不用抽烟 环境又好 让他吃到赞叹 所以我带过很多不吃素了 那他就说 如果这种地方我就吃了 如果每天煮那么好 他就吃了 他就不会吃肉了 再来就看他太太怎么表现了 一顿四千五百块台币呢 那真好吃 那个猴头菇啊 煮出来比那个牛排排骨还好吃 人家技术好啊 所以什么东西煮出来都像艺术一样 不忍心吃好漂亮好美 每一餐出来都是一个艺术的创作 但是艺术还不够 重点是好吃比较重要 那个口味没办法说了 有一次我带厦门两个很有钱的老板信徒啊 我带他们去吃 哇 他也是眼睛瞪了大大 哇 有这么好的 他们就发愿了 回厦门开一家 比他还贵呢 问题是你要去找这个厨师哪里找呢 他问我 师父帮我找这种厨师 没得找啦 你有的是钱 找不到这种厨师的啦 这种厨师真的要有天分的啦 唱歌也不是你训练就会唱的 人家有天分的这有因果的 那个老板凡是东西经过他的手 弄出来就是好吃 真的每个人不一样 会插花呢 随便笔笔也会插花 不会插花呢 没得整条肝也差不多不漂亮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那个阴 没有那个圆 你怎么插 你不懂花 你怎么插花 就像做佛像 会做的 怎么做 脸就装脸 不会做的 黄金给他做出来的脸也乖乖 所以 因为你没中那个阴嘛 所以各位了解如此 你要创造美的东西 你现在要想办法 让环境很美 庄严三宝 让别人看到你都微笑 如果你这个人 别人看到你都会笑 你的脸就庄严的不得了 可爱的不得了 别人看到你都起烦恼 哇 这些卖又厉害了 丑八怪 连做狗都很丑 因为别人看到你就不高兴 所以各位 你要学佛嘛 你看我们西方三生脸 装不装严 装不装严 画都要画得很装严 那这样才能够让众生欢喜要接近 而且这个庄严没有欲望 不是看到一个美丽的女生 哎呦呦ə 屁屁错 性感 会让你也很怕 所以各位这一点 横顺众生是 你要了解 什么样的心态 可以让众生欢喜 学佛 慈悲心 对不对 你要用方法 你不是用嘴巴 用笔的 路上有个垃圾 赶快捡起来 后面的人就很赞叹 所以我出家 我师父说 海涛啊 你要出家 你叫演戏 演得像一点 懒你要演 比如说有一次 我们去哪里有乞丐 那我师父就拿着钱 亲自蹲下去给他 那看我一眼 这样你会不会演 演久就像 我就开始练习 原来这个叫修行 要我以前 搞不好看都不看一眼 现在还要 我师父那个影像 永远放在我脑袋里面 所以我只要看到 就像师父在家 我赶快就过去 后面就给我拍照 然后就给我登到Facebook 海涛法师很慈悲 然后我现在玩了 我不慈悲还不行 因为我师父教我的 那你这样 人家也会学你慈悲 但是我不能有目的 我不能演这个慈悲 然后来来来 红包大包一点 我要干嘛 要钱 因为你横顺众生 是要让众生学佛法 发起菩提心 而不是成为你的信徒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做 假装这个不好的 故意弄这种形象 要来得到别人的供养 得到成为你的信徒 加强你的阵容 那这个叫残取心 你所得到的是一个 夜报不好的 横顺众生是 你为了要让众生欢喜 让他能够学佛解脱 所以呢 你要善巧方便 你要观察他的心性 你要怎么做 就像我每次在讲课 我要让别人 从睡觉讲到睡不着 而且吧 这个话 虽然很浅 但是要让他一辈子忘不了 就像我师父跟我讲的话 我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师父已经往生了 但是从认识我师父 一直到我师父舍抱的 每一句话 我都忘不了 很奇怪 忘不了就是忘不了 我老婆以前跟我讲什么 我早就忘了 我没有记下一句话 当我师父跟我讲的话 我没有一句忘不了 那我就会盯在我心里 然后我就会去做 当我懒的时候 我师父那个话又跑出来了 当我懒的话 像我师公 海盗法师 要发菩提心 劝人家受菩萨接念阿弥陀佛 我永远都记得 要看中观 大不日经 我永远都记得 军队监狱都要去 要发菩提心 痛苦的地方 才是我们的道场 自己像乞丐就好 念一下 来 生如其